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倫凱 我們要為大家介紹接下來即將開放的煉獄集關卡 在6月29號的晚上10點 那在9點半的時候 我的主頻道會為大家 第一時間來挑戰這一次的煉獄集 所以在那之前 我們就先搶先來看一下 這次關卡應該注意的地方有哪些吧 那一樣 如果我說的地方有錯 或者是大家覺得有要補充的打法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也歡迎大家留下自己想要看的隊伍 那等一下 直播上面就會為大家做實測囉 那這邊是原始天尊的煉獄集關卡 基本上它的結構都跟太上老君差不多 前兩關都是給你洗技能用的 不過第二關的洗技能比較機車一點 它必須要強化盾 不然它就會反擊100% 而且它傷害不低喔 它反擊100%就等於是它會打總傷是4萬的傷害 非常的誇張 不過它是CD3啦 這倒是比較可以注意的地方 所以第二關 第一關都可以洗技能 到第三關 你可能就要開始爆發了 它的第一階段是 它會消除所有的附加效果 CD會被重置 並且 在每核轉出前 它會將水雞一種符石 轉成新符石 如果說你消新符石的話 它會連擊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能要帶一個轉新珠 把新珠轉掉的角色卡 或者是你就小心的疊珠就可以了 那再來是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會兩秒轉珠 你要消八COMBO以上 才會對敵方造成攻擊傷害 並且要手消掉版面上所有的水珠喔 等於是有三個比較複雜的技能組合在一起 它這邊通常會開爆發 所以在這邊你可能要帶一個固定轉版面的角色卡 或者是帶主角 之類的 讓整體的傷害可以到達 讓整體的COMBO數可以到達8COMBO以上 那現在來到第四關啦 一樣是稍作休息的小怪部分 那一樣在第五關的第一階段 有這個消除30粒水符石的盾牌 所以在第四關這邊 如果說你的隊伍沒有辦法 像是水蝦那種可以把天降水珠的話 你在第四關這邊 可能就要開一個綠水珠的龍科 在第五五關 第一階段這邊 才可以有接近整版的水珠去做消除 那這邊第一階段 它沒有像太上老橘那麼機車啦 它沒有任何的越攻越強啦 或是減少回復力的技能 它單純只有消除水三成力 所以正常隊伍來講 你只要新珠不會斷新珠 或者是你有特殊像是特哥那種 固定回血的技能 隊伍技能 其實你在這邊都可以慢慢的磨過去 這邊第一階段是還好 它不一定 就是一定要用龍科去做濾出水珠的部分 那第二階段這裡呢 它會鎖到火珠 所以你要注意百分之上的火珠 如果你消除到火珠的話會減少20% 但是越戰越強金 所以在第二階段可能要爆發了 那在第六關這裡呢 它會先突擊 突擊打的傷害非常的少 因為它基礎傷害只有2100 所以突擊的話 我記得是30%還是多少 我忘記了 所以打出來大概只有幾百的傷害 所以這個突擊是可以完全不是的 你只要不要在這邊剩一滴 然後進入到這一關 應該都沒事吧 然後它還有一個 60%中毒的5回合 這邊就比較麻煩了 你可能要帶無視中毒的角色 或者是把這個中毒給擠掉 不然就是附加效果消除 其實在這邊都可以順利的通關 那如果說你不要把這個 中毒給 如果說你不要把中毒給消掉的話 其實接下來的話 你就要一路撵 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那它還要王關 王關這裡要 第一階段是 跟太上好軍差不多啦 那這邊改成水強化 然後30盾 所以這邊要注意一下 你版面上會不會有水強化珠 沒有的話 在這邊可能比較麻煩 如果說你在上一關 中毒沒有消除的話 這邊可能就沒有辦法在 在這邊 慢慢的 製造水強化珠 而且它攻擊力其實不低喔 它第二階段是 像是基石那個 整版凍結 加上800萬盾 所以在這邊你可能要帶 消除凍結符石的 像是狂魔啦 或者是之前那個雙周副本 我忘記那個名字叫什麼 反正大家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好不然就是在這邊 你可能要空轉三回合 才可以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 它不能帶控場 因為你 欸 可以帶控場嗎 好像可以帶控場欸 反正 就是 之前 基石的夢魘集怎麼解決 這邊就怎麼解決 就對了 好那王關 一樣是素材的部分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烈獄集大概的介紹啦 不知道大家想 看完之後 想用什麼隊伍通關呢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如果說我出的地方有錯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幫我補充一下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 晚上的9點半直播再見囉 那大家 如果說想看到更多的 新的 關卡介紹的話 別忘了按下按鈕 訂閱按鈕 記得按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 關卡介紹影片 就會第一時間的 寄通知給你小鈴鐺 很重要的 記得按下去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